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真的要搞实职废死了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温家来宾地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子澄好 大家好 前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以及前外交官建文吉大使 袁一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立法院的新会期在今天开议 那么这个会期有哪些法案可能会受到关注呢 国民党也列出他们的优先法案 包括要修财化法 好 这个立委赖世宝就说呢 中央要拿掉极权又极钱 连不能够资源都抓在手上 让地方变得好像跟乞丐一样 另外一个受关注的是要修卫星广播电视法 国民党说呢 他们要为不当被关台下架的新闻媒体 来争取权益 另外违反党政军条款的处罚对象 也要从广电事业改成被处罚的 其实是投资人 另外还有包括吹哨者保护法 还有核电演绎等等 都被国民党列为是他们的优先法案 那么另外呢 从上个会期就争议不断的四大人事的审查案 也是朝野的这个关注的焦点 包括要省NCC 省考试院 还有大法官的人事案 那么在今天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还有因为这个会期要把关的是中央总预算 再党为了要抗议电价的暴涨 还有呢 民党政府编了15亿要来做大内宣的预算 因此为了抗议蓝白今天联手表决 直接就把这个中央总预算 还有前瞻特别预算退回了程序委员会 算是给民党政府一个下马威 好了 今天呢 这个立法院长 这个韩国瑜就说呢 希望立委们在国会监督政府 用爱当出发点 咨询的时候更包容人民的感受会不一样 监督的力量也会更大 好了 这个卓东泰呢 也喊话说呢 立委啊 这个监督政府是天经地义 但是如果本域祥和专业和尊重的态度 两院互动会非常的健全 韩国瑜私下的互动也很温暖 希望国会不要变成朝野的战场啊 好了 但我们回顾立法院的上个会期 因为国会改革案冲突不断 不止绿营的立委爆摔蓝营的女立委 而且呢 甚至还召唤了青鸟啊 说了这个包围立法院 甚至是恐吓在于党的立委说 哎 青鸟在立法院外面 你们出入小心一点啊 就算国会改革法案进到了复议的阶段 还有人放话说青鸟可是会飞出来了 那今天格魁呼吁在一党说 监督政府基于专业尊重 好像这样说是没有错啦 但问题是到底过去是谁造成 两院之间的冲突呢 立文怎么看 所以现在青鸟是怎么样 黑帮小弟来为师的是不是 这个民进党怎么现在就是也不演了 就十足的帮派的架势 那因为现在柯文哲这个司法案件缠身 每天都在动员小草的支持 那未来立法院开议攻防之后 是不是青鸟跟小草就在街头上干起来了呢 这个台湾不就天下大乱了吗 所以赖清德好没有办法稳定政局 反而是一心一意让政局陷入对立跟动乱 那一开议 当然你可以看到 这个总预算里头就有非常高额的宣传公关费用 那其实这个东西 你是一个政府机构嘛 就不应该拿来歌功颂德 不应该大肆的去编这种公关费用 更何况民进党劣机斑斑 1450换养小鬼网军 甚至于公然的 我们在立法院上一届的时候 苏贞昌的行政院就公然的豢扬网军 然后直接到立法院 直接现场指挥这个懒人包 简直就是猖狂无比啊 民进党没有网军就不会治国了 民进党没有网军没有青鸟 就没有办法当执政党了吗 所以今天这个开议的第一天 真的是给民进党一个下码 因为这个会期是预算会期 那长期以来对于民进党一直不断的高边 所谓的这种公关宣传的经费 本来就非常的有问题 所以在今天就在程序委员会的时候 把总预算案给退回去了 那过去呢因为我们人数不够 所以没有办法在程序上面退回什么东西 所以呢就只能透过 譬如说霸占主席台 不让行政院长上台报告 那现在在国会里头是多数 当然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 要求民进党就范 那你就是要来进行朝野协商啊 否则你的中央总预算 就没有办法送来立法院审 你必须要妥协 你必须要让步 那就看到时候朝野协商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之下 能够允许中央总预算 顺利的送到立法院来审查 当然在审计算的过程当中 其实在野党也不至于像美国所发生的 哇这个整个预算被拦下来 然后呢美国的公务员 甚至于领不到薪水还关门 长期以来在台湾 就算朝野对立的再怎么严重 都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在这个监督的过程当中 台湾的在野党 尤其是蓝营一向都是过于克制的 那现在呢是嘲笑也大 所以呢在这个时刻 当然是要选择性的 就是说你这个议题是非对错 要看得非常清楚 攸关民生的 攸关国际民生的 自然我相信在野党 不会随便党预算 但是对于那个 真的是摆明了浪费的 养冗员的 养网军的 甚至于用来养民进党的 像这种的 然后霍乱国家的 就可以不客气的大砍 毕竟现在握在 整个国会多数的手里 整个国会 我们现在的这个国会议员 在立法院的通过的 这种听证权 这些相关的权力 现在还在大法官的手里在审 在这些之前 长年以来 我们的立法院 一个就是直询码 一个就是审预算 法案跟预算 所以预算是所有的国会议员里头 手中最有力的武器 最有力的来监督政府的 这把武器 那这个会期是第一个预算会期 这一党必定是要好好的把握 比如说NCC 这种都可以大砍 你看NCC 不把钱当钱 成千上万 上千万的诉讼费 然后呢 每案必败 每案必输 还有脸继续的这样子 浪费公堂下去吗 很多的部会不一而足 我觉得应该把它写清 讲就是选择清楚 哪些部会要大砍 攸关民生的不会受到影响 让民进党真正感觉到痛 好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啊 这个蔡政府呢 不是把这个义务议的议期 恢复变成了一年呢 那么民进党还说 国军要来强化训练 提升战力 但是要怎么精进部队的战力呢 大家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好像青鸟和黑熊 对这个刺枪术的讨论是最热烈 那么最近国防部就拍板说 要取消刺枪术 但是呢 要广受格斗班 开始来推叫做进战格斗 内容包括擎拿术啊 夺刀夺枪啊 哇 结果马上引起基层的反弹 就有志愿一的士官职一说 我们部队人力都不够啦 谁有闲功夫来开班授课呢 还有国军的这个前格斗教官痛批说 明明可以敲家伙 要我们大家去徒手的搏击吗 这不是荒唐吗 当然提升部队的战力 大家可以讨论该怎么做 可是明明我们的国军 手中应该可以有枪的 结果舍弃不用 非要大家通通都去 赤手空拳学着 跟敌人抢刀抢枪吗 万一抢输了还有命吗 还是像网友酸的 干脆大家都去学义和拳好了呢 韩明哥怎么看 如果有义和拳 真的可以去学一学 神功护体啊 这样我们就赢定了 不是 我觉得这个很显然就是 找了一个对军事 完全不懂的人来当部长 就是做这种天马行空的事情 我不是说格斗术一定不好 而是大家去想想看 就是如果每一件能够武术 我们都可以去学 能够把你练成世界UFC冠军 格斗冠军 如果能够保证这样的话 那我建议国军每个人都去练 问题你做不到这件事嘛 你怎么做 我们你以为国军本来没有教近战格斗 我本来就有教 但是特种部队才有教嘛 为什么 因为那些人是特别选出来的嘛 身体素质也好 精神状况也好 都是不适合做这样的训练的人 这些特种部队会去做这样的训练 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一般兵耶 一般兵你要把他训练成格斗大师 怎么可能 你要花多久时间 你哪有这个人力物力时间 谁来教 都完全没有这种东西嘛 其实根本就是天马行空在那边乱扯嘛 你要知道 对 刺枪术在现代很多军队已经淘汰 美军2010年就不再练习刺枪术 可是你以为美军真的没有 完全不要刺枪术吗 并不是耶 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是在练啊 只是他练的方式不是像我们那样 就是在那边练把式的 headstop那种东西 那种你摆架式那种很无聊 就跟传统武术为什么现在被 全世界的真正的实战格斗看不起一样 因为你只会摆架式 摆架式没有用 你要真的能够融入实战 所以英军也有在练刺枪术啊 但他们是用棍棒取代嘛 然后干什么 去刺轮胎啊 或是彼此之间比斗啊 是这种方式嘛 你这样才能够真正配合实战嘛 所以我觉得 国军当然可以改变刺枪术的应用方式 你要让他更贴近实战是OK的 但是去练格斗术 特别是还要空手夺白刃 你练这干嘛 就问一下哪有机会去做这件事啊 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大家都有枪耶 等到你要空手夺白刃的时候 人家为什么要拿刀来砍你 他为什么不一枪把你打死 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个人的建议是 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么闲的时间 去让每一个兵去练格斗术 不如每一个兵配一把枪 配一把手枪在身上 他保兵的机会可能还大一点 我讲实在话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真的不要 每天看到别人有什么 我们也有什么 美军有没有练格斗术 有啊 但是他所有的部队都练嘛 不是啊 他一样是特种部队才要练嘛 因为 格斗术就不是这么好练的事情嘛 那如果格斗术真的这么好练的话 那何必军队再来练呢 我们现在开始 以后各高中学校国中 我们开始全部体育课就练格斗术 对不对 看有几个可以练成 真的不要自欺欺人去搞这种东西了 老实讲 现在战争形态已经改变了 很多 在绝大多数的时候 以现在战争来讲 你可能连敌人长什么样 你都见不到 那请问一下 格斗术你要跟无人机打 还是要跟炮弹打 你要练到能空手接炮弹吗 是这样吗 你有这个绝招本事那可以啊 所以 拜托 乌二战争现在正在打 以哈战争现在正在打 赶快去参考人家 现在战争到底在干什么 国军真正需求是什么 你需要哪一些人才 需要做什么样的训练 而不是自己每天关着门 自己在家打电动 然后在那边幻想 真的拜托不要再做这种事情 浪费资源浪费人力 到最后战力不堪一几 讲当真正的战力啊 这两年民营党频频砸钱来买军火 不要说军火还没来了 另外一方面也传出 因为爆发退伍潮 因此呢 我们在第一线的海空军 有人力的大缺口 过去蔡政府提出过 这个叫做飞行员的蓄服奖金 可是到今年会陆续到齐 外界很担心说 空军会不会出现 大规模的飞行员的退潮 那么空军说 不会不会 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今年只有二十几位的 飞行员不续约 不会大退潮 甚至也强调说 现在我们空军飞行员的边线比 可是超过百分之百 但是去年的华盛顿邮报 不是指出台湾少子化 导致从军的吸引力下降 然后台海风险升高 我们现在军方招募难以达标 强调说未来我们会有超过 两百架的战机 可是必须要补一百个新的飞行员 才有办法有足够的人来开战机 可是根据我们空军 2011到2019年 其实只增加了21名飞行员 那不是不够吗 所以华优就直接点出说 台湾需要更多的捍卫战士 但是我们的政府却告诉我们大家 没有啊 我们边线比超过百分之百啊 那这两个不是完全矛盾吗 所以难道是逼我们飞 也得在疑律跟疑美当中选一个来怀疑吗 郁芳委员怎么看 这华优他们是做了相当程度的研究了 那空军这是这个参谋长他所说的 就是说没有问题 我们的边线比都超过百分之一百 而真正的关键是一百零九年 以前是的确真的边线比是出现问题 在一百零九年就蔡政府当时就说这样子 我们要提高那个飞官续飞的奖金 你现在你意气到 你可以退役了 但是如果你愿意签个五年的话 我们就提高你的这个奖金 它有一个名字叫做续飞奖金 它如果你是中校的飞官的话 你大概可以最高你可以拿到一百四十四万的 这样一个奖金 好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就会有一批人去签嘛 因为这个看起来还吸引人 在当时来讲 那现在真正的考验是 你当时签了五年的议期 那这个五年的议期 什么时候到底 就今年 今年到 这就是个考验 你这个整个的计划 吸引不吸引人 经过了五年的这个测试 你要实际去飞了 多飞了这五年 那你就看这个年底 继续飞的人多不多 如果不多的话 这就是另外一个需要去担心的一个事情 现在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的飞官大概一个月可以拿多少钱 我想大概 听说差不多二十万到二十五万 可能跟你阶级啊 什么这都不一样了 那我们看我们的民航机的飞行员 大概拿多少钱 co-pilot 负的价值 不是正式的价值 负价值 他拿二十五万到三十五万 一样要看你的资历 那你如果是正价值的 你可以拿到四十万到五十万 所以以薪水来讲的话 请问你哪里的薪水吸引人 当然是民航机的价值的薪水吸引人嘛 第二个其实还是这样 就是自由度啦 那你飞官有时候有紧急状况 你是要待命的 你是不能回家 家里可能离你不是很远 可能就是不能回去了 你整天就是要待命 因为水子可能要起飞 水子会有状况 那这个就本身来讲 就是说你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 你家里也跟着担心你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自由度 还有一个安全度的问题 因为真的你飞战斗机 跟你飞民航机 你说哪个危险性比较高 这个我们不需要 因为这是个common sense 大家都知道的吧 所以一般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薪水吸引 大概是很重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我可以享受 多少自我可以使用的时间 你给我多少个自由度 当然你说飞到国外去也很辛苦 比如说你一飞 飞得好远 然后你要再回来 然后你才能休假 这一来一回家里人可能一个礼拜 甚至更长的时间没有办法看到你这样 可是整体来讲 毕竟他的休假的时间 整体来说是会比较长的 所以又加上待遇的问题 而且你是军人 你收到管制就会比较多 你不可能那么像银行机的飞行员那样比较自由自在吗 所以我觉得空军要用比较谨慎的 包持乐观是对的 要比较谨慎的小心去看 到了今年年底 那些需签的这一大批的飞行员 有多少的会留下来 继续想留下来 还是他们就准备要走了 所以我觉得参谋长的乐观 我很佩服 但是一切是要经过考验了 好 不过先前就传出说 幻象战机又坠海失事 大家都执意说 我们的战机其实因为太老旧了 你有办法扛起紧绷的战备责任吗 当大家期盼 我们不是花了1200亿采购F16V 能够填补战力缺口时 美国又说要延迟来交货 好了 华府的智库卡托研究所的报告就点出说 美国对台湾的军售 已经击欠了205亿的美金了 国防部今天表示 大家要看的应该是不对称的战力 跟这个后备战力的行程 还说相信这两三年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可以看到成绩 国防部甚至透露说 我们已经和美国成立了对口了 台美要来讨论 是否能够共同生产无人机 让台湾的厂商可以打入国际的供应链 网友就痛批说 我们是打算要把头伸出去 再给人家敲一笔吗 好了 我们自己买的军火 越欠越多 交货期越拖越久 而美国补偿的军火 又被发现是过期的弹药 我们只知道 坏掉的弹药跟防弹衣会越放越坏 怎么会 不知道是从哪里 让民进党可以看出来说 再过两三年 我们就会有不对称的战力呢 这样子继续下去 到底是怎样 是会养成不对称的战力呢 还是是让台海的军力 是彻底的失衡呢 大使怎么看 我想当然是彻底失衡 而且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 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的空军战斗一线的战斗机 是老化的问题非常严重 我们就光讲前两个礼拜出事的幻象机 当时我们一共买了60架 那大概1998年正式成军 那中间经过的出事 还有几个意外什么的 现在我们我看最后的 这最近盘点数是我们还有53架 53架的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幻象2000这个机型 是法国1980年代开始 这个推出问世 它现在已经不生产了 它一共就生产了600架 其中我们拿了60架 那其他卖给其他国家 法国自己用 现在不生产 那本来它的这个幻象2000 这个英国人 当然英国人嘴巴比较这个 这个要叼一点 他说他撑着 有一篇文章 他说幻象2000这个飞机 叫法国贵族 这个飞机维修成本非常的高 维修成本非常的高 那所以台湾这个 现在这个 我们这个53架这个幻象 它的维修成本很高 另外就是说 你要提升它的战力 跟提升它的效能的话 那这个国外的军事专家来讲 就是说以现在法国跟大陆的关系 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个幻象战机 你要提升它的效能 提升它的这个主战装备 可能也很困难 大概就是维持原来的那个战争效果 可是这个是这个80年代的飞机 当然就是不断的老旧 甚至前几年就有人就在建议 说这个飞机 基本上它的作战能力 也没有办法提升 那维修成本又高 本身也差不多有30年了 2025 26年了嘛 267年了 算是比较成就的军官 是不是要把它怎么样 把它干脆把它汰换下来 可是问题就变成 我们跟美国买的F16现在在哪里 你现在去跟法国说我要买飞机的话 法国大概不敢卖了 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段 我们跟法国买了 那现在美国的F16又往后面一延 那最近又多了7亿多的 我们就是说台币 就是说我们的装备的补充 对不对 我们最近国防部又宣告 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在给我们既有的F16上面一些装备零件的补充 可见就是说在两岸 就是说蔡英文上台以后 两岸的情关系越来越怎么样 负面 那么中国大陆 尤其在这个裴洛西 这一连串的他们这个到台湾来以后 对台湾加强什么 对台湾加强的这个军力的压缩 现在中线也没有了 现在这个联合演训 今天这个我们常常在这个报纸上得最多就是说 今天又有30架次供机越过中线 各种机型 什么时候国防部天天就来发布这个机型 那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空军 保卫领空 那他的任务加重的非常多 所以呢 不管不管是这个好基建的耗损 甚至人力的耗损都比往常的大 那所以才就变成就是说 你现在有这个这个飞机 人力比较比较什么 辛苦啊 我们这个既有的飞行员可能他的出勤次数相对就增高 那飞机的飞行时数也增高 那飞机的飞机上面战斗机关键零件就是你是飞行多少小时以后 你就要必须要台湾 所以这个飞行时数不但增加之后 你这个好 后勤维修的压力也很大 那既有的这个装备的这个耗损 提起他耗损也会增加 所以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美国的F-16又迟迟不来 所以美国没事就说 哎我给你一些新的装备 所以军方也蛮难的 他前一阵子就说 哎呀前一阵子 这个大陆的歼15号 被我们的F-16 新从美国购买过来的那个所谓夹仓 红外线的摄像椅 他照到一张相片 哇拿出来做新闻做了好久 照一张相片有什么用 说穿了 对不对 那可是后面没有讲我们花了多少钱 那对于美国对台湾的这个F-16交付 为什么这么延迟 其实你可以看 乌克兰的情况 我们可以参考 也就是美国一直不太愿意 把这个F-16 即使是老旧机型的 这种F-16交给乌克兰 第一个 这个F-16还是美国在外销市场上的 这个军用市场 一个怎么讲 一个赚钱的一个项目 他很不愿意 在交战的时候 F-16打得太难看 所以这个 前一阵子不是乌克兰的 六架F-16有一架摘了吗 而且是乌克兰的王牌飞行员 把那个飞机摘了 说到最后都说什么 都说是基建故障 或者说是被乌克兰自己的飞弹打下来 谁都不知道 如果说是被战争打下来的话 这对美国的军火的这个 军火在军火市场上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就美国不断的在延迟 对台湾的F-16的交付 我想不是这么简单 也就是说台海情势可能越紧张 可能美国F-16的交付会更不干脆 因为他万一飞机在进入 到了台湾以后 那么真正有一些差错 或者两岸有一些兵力的交火 F-16如果表现不是很好的话 那真的话对美国这个将来武器 在这个国际竞争这么激烈武器市场上 是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这个军力上 我们的主战的装备上 不是自制 我们都没有自制能力的情况之下 其实要维持两岸的军力平衡 我们自己能够操控的太少 完全是被美国人被美国人掌控 那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必须要想一下 就两岸的情势 难道都是美国跟大陆之间 在决定两岸的情势吗 其实真正能够决定两岸情势 是台湾跟大陆之间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现阶段要把两岸关系 这个主动权 让他能够维持平稳 要抓回到我们台湾手里面 可是你现在对赖清德 他们这些政府 你能抱持这个希望吗 所以有赖清德他们政府在 这个两岸关系 你无法做的时候超自于台湾手 这样子的一个期盼 那可是现在这情况下 美国有美国的算盘 他武器就扣着不给你 我愿意扣着不给你 我认为我是有合理的怀疑的 交几架F16这么难吗 一直拖一直拖 还有很多在川普时代 卖给台湾的这些武器 最后都没有 然后美国自己通过了一批 他自己什么援助台湾的武器 丢过来的东西是什么 说穿了 就一句话 打城镇战的武器 他第一个时间都丢给你 这些我们要兼敌于境外 这种先进的 能够把这个来犯的敌军 挡在境外的这些武器 你看美国都没有给 都不给 都不给 那现在两岸的情势 有人像美国人 美国军方 说从去年 从2023年 两岸会开始军事冲突 2024 2022 他们都跟参谜比赛 比赛一下 可见他们认为 美国的军方的专业 可能研判两岸 真的不是说 这个和平的形势 是绝对的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战争情况 那如果说随时爆发战争的时候 那美国对台湾的军事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很大的考量 就是说 他很怕 他的最先进的一线的装备 怎么样 如果说不幸落到大陆的手里面的话 这是美国人的噩梦 所以呢 他会不会因为这样 他就不想把第一线的武器 交到台湾的手里面 这是我们不得不 往这方面思考 要不然 怎么会一下欠了我们 205亿美金的武器 不给 而这个 赖清的政府 坑都不敢坑 天天就在那边自己这样 自我解潮的说法 就是这个 我觉得我们要 我们要很严肃来看这个问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全民主目 37名死求申请的死刑事宪案 宪法法庭在今天做出了判决 果然不让人意外 部分核线 部分违宪 让大家都有解释的空间 好啦 虽然说做出了核线的解释 也就是说死刑还会留着 可是呢 必须要来严格线缩 适用的类型和对象 大法官许宗丽怎么说呢 他说 仅得适用于个案犯罪情结 属最严重 而且呢 其刑事程序符合宪法最严密之正当法律程序要求之下 经各级法院的何怡婷法官 一致决才可以判处死刑 那么被告犯罪时 如果有精神障碍的话 那可是不得判死的哟 好 葛奎主动太子说 那么之后就是社会的共同标准了 政府维护社会治安的决心 绝不放松 当然好听的话 葛奎就讲给大家听了 我们这个绝不放松 可是是大法官讲的 那我们以后就是这个社会的共同标准了 好 我们来看刘成武他怎么说呢 他说呢 司法院制造了新的借口 造成法官几乎是不敢也不愿意判死 除非是有名有钱的被害人 才能够让司法官还他公道了吗 以后会不会就变成这样呢 那么对于受害者的家属来说 真是无法接受 殉职远警图明成的二姐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的家人死掉了 只有死刑才能够些许的贫富受害者家属的心情 死刑很野蛮吗 犯罪者有人权 当他们跨越那条线的时候 就不能够再用同样的标准来审视了 如果宣判死刑核线的话 应该要立即来牵截伏法 才能够彰显公理正义的存在 家属的心愿有可能会实现吗 我们看看这些人 其实他们有的比方说是为了诈领保险金 连续杀害自己的母亲婆婆和丈夫的这样的人 这些被判刑定验的死囚 哪一个不是手段凶残 哪一个没有经过司法的层层审判和把关 最后才判刑定验的呢 但是民进党从执政之后到现在 总共只执行了两名死囚的枪局 我们其实等于已经实质废死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死刑的适用的范围还要限缩 有什么好限缩的呢 大法官的态度会不会等于告诉法官们 以后不要随便判死刑啊 那不就是实质废死了吗 兵哥怎么看 对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为什么 因为我们早就知道这个法官不是单纯的就法论法 而是他要考虑到这个政治因素在头 如果他今天真的敢直接判危险 那很显然的赖清德政府马上要面临一个政治风暴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绝大多数人超过八成以上的人 是支持那个死刑的 只有百分之十几人认为可以废除死刑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法官真的敢跟整个社会对着干 那当然整个风暴会起来 那赖清德心里很清楚 法官当然也很清楚 但可是呢 如果直接判他那个违宪 不是 和线 那对那个法官来说也好 对赖清德政府也好 也挂不住 所以呢 他们现在就想出了这样一个折衷的办法 虽然和线 但是要限缩使用范围 可是老实讲 这根本是脱了裤子放屁 因为你看他里头法文 法律的条文不断地围绕在什么 一定要是最严重之犯刑 然后一定要是经过最公正啊 然后最严格的审判的结果 然后一二三审 全部法官都要 意见都要一致 才能够定他死刑 废话我们现在不就是这样 那请问一下你到底在干嘛 实际上他做这样一个动作是在代表什么意思 你知道 其实在告诉以后所有的法官 你就不要再判死刑了 不要至少麻烦 我跟你保证 以后的法官大概都不会判死刑 然后最严重 请问一下你为什么 你你既然是大法官啊 你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定义 什么样以上的标准 最严重 什么标准以下就比较不严重 你为什么不定书啊 那如果要最严重 我告诉你哦 假设真的要以这种标准来看的话 那永远不会有人判死刑 为什么 因为外国随随便便那种连环杀手 一杀都一两百个 那台湾有人这样做 台湾没有人破过这个纪录啊 所以台湾现在这些人 全部都不要判死刑 是这样吗 所以你的最严重定义到底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些法官 其实也在跟林嘉隆当年讲的一样 叫趋吉避凶啊 反正把这个责任 不要放在我身上就好 然后就用这些法律名词 在那边绕来绕去 但是实际造成的结果 还是一样实质费死 那接下来这37名死球 可能又要开始提上诉啊 你怎么可以说我是最严重 最严重的标准是什么 我没有最严重啊 对啊 那大家再来继续再吵一遍 然后也因为有这些借口 他可以继续不要去执行死刑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政府 本来就是个废死的政府 民进党就是个废死政党 只是他们不敢承认而已 那我觉得要改变台湾这样子 有人被判死刑 然后不执行 然后法官现在越来越不敢判死刑 你要改变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只有把民进党推翻 只有让民进党不再执政 换别的政党执政 台湾才有可能执行死刑啊 换的话 民进党现在摆明就是不要执行死刑嘛 他也对废死是一直在坚持 在暗中坚持嘛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民众 真的要好好想清楚 你真的认为死刑有必要执行吗 你真的认为这个社会 有必要去留下这37个死刑犯吗 如果你认为不需要留这些人 死刑应该彻底执行的话 那你唯一的选择 就是要赶快推翻民进党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大法官的视线结果 出来之前 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法官 在判死刑了 那现在又更明确了 如果何一廷法官没有全部一致 认为应该判死刑 如果有所谓的精神障碍的话 就不能够判死刑 那未来我们还会看到 有死刑被判决定验吗 立文怎么看 第一个 我觉得某个程度 还是很令人欣慰 这些法律界出身的人 虽然有少数一两个法官 出言不逊 不把超过八成的民意 放在眼里 但是终究今天宣判的一个结果 宪法法庭宣判的结果 还是不敢违逆 现在高度社会的共识 那这个也是司法之所以 能够立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 如果今天司法里头 所有的相关的规定跟判决 是跟社会的高度共识 是相背离的 那你想这样的一个司法 是没有办法达成稳定社会 保护社会 反而引起社会的反感对立的 所以今天这几个大法官 最终还是不敢贸然的 跟着民意对干 那我觉得这个第一点 这样的一个结果 还是值得欣慰的 毕竟还是多数的大法官 不管他未来是回到实务界 应该多是回到学界 还是对自己一生的轻欲 或者是一生的原则 还是有底线的 不是毫无底线的 但第二呢 就是对于大法官 所谓的限缩 这样子的一个判决 我认为还是不当的 我们学法就法 真的是太可恶了 因为我也是念法律的 所以就必须在这边 做这个评论 他说必须和议庭的法官一致绝 或者是说 对于有一些死刑的个案 应该可以让最高检察署 帮他提起非常上诉 还有就是说 如果犯罪的时候 有精神障碍不得判死 法庭是这样 法庭只能够被动的 接受个案来的时候 根据法律来做判决 那宪法法庭呢 也是一样 你只能够被动的 当有人提起宪法诉讼的时候 针对这个宪法诉讼来做判决 你只能说合宪或不合宪 你不能够指挥立法机关 告诉他们说 拉着他的手说 你要这样修才合宪 那因为你今天大法官 譬如说许中立 他就是司法院的院长 如果你觉得这个法律 应该要这样改 这样修 比较好 比较对 你早就提案就好了 你就提案要修法 提到立法院来 司法院可以提案 行政院也提了很多法案 到立法院来 这才是你应该走的正常途径 任何司法单位 是不可以对立法院下指导旗的 你凭什么 这个有关于这个宪法法庭的事情 我每一次评论 我都会提醒这些法官 你们凭什么指挥立法院 你也只能说 这条法律违宪 它就是失效了 它失效了以后 立法院如果不再定法律 它就没有这个法律了 那立法院可以另定不同的法律 跟这条法律不同 但是你今天宪法法庭 你不可以交立法院说 你应该怎么定 大家应该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送到你案上的个案 你可以宣告它违宪 不违宪 为什么 但你不能够这样说三道四的 就是说 你要怎么改才叫和线呢 那你就鉴阅了立法权 不然我们立法委员 为什么要一票一票 选得这么辛苦呢 那一样的 立法院也不可以过问 你们司法院的个案 立法院也不能说 你这个案子怎么审的 你把这个案子拿来给我立法院 叫法官来给我立法委员交代 立法委员可以这样吗 立法委员可以说 你这个案子判了我不满意 我砍你司法院的预算 立法院敢这样吗 这么多年来 这么多立法委员 这么多不同的党派 谁敢这样要挟司法单位 对个案说三道四 那他就该死 所以以前到现在 如果有委员 个人有司法案件的话 都还会回避 他没有被定页 也没被抓走 他都还会回避 不敢去参加 司法法治委员会 因为怕人家说 你这个立法委员 对不对 届届届端 施压司法单位 连司法法治委员会 都不敢去参加 所以立法院也很克制 对不对 检察总长为了邀功 跑去跟马英九说 我坚轻到王津平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也是愉悦了 今天都是一样的 各司其职 三权鼎立 这是你司法权 你有无上的上方宝剑 但你这个上方宝剑 只能砍掉这个人 你不能够教其他人 要怎么活 所以这个大法官的宪法法庭 我认为你们还是太鸡婆 太自以为是 太不尊重立法权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树名大头家 民众这么样的关注 死刑的议题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就拿昨天最高法院 刚刚判出了一个最新的判决为例 2019年台中有一名男子 他怀疑他的同居人和客人 发生了暧昧 竟然就直接把他的这个同居人 给杀害了以后呢 还把他们两个 就十个月打的一个双胞胎 给杀害了 这三条人命呢 台中地院高分院一二审 都判处死刑 结果没有想到 最高法院竟然发回 跟一审撤销了死刑 改判无期徒刑 在昨天最高法院也驳回上诉 导致这名诚信凶手 逃过死刑就是已经定验 曾经担任检察官的 这个兰英德立委吴中信就痛批了 废死派说 不可以让死刑 沦为被害人遗属的报复工具 应该要采取修复式的正义 但问题是 原谅加害人是家属的权利 并不是家属的义务 你凭什么要他 非得要原谅不可呢 所以吴中信也认为呢 其实呢 这个社会是需要死刑的 他说啊 民进党政府在没有改善 社会安全网 完成法律配套和全民共事之前 大法官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配去决定死刑的存废问题吗 郁芳元怎么看 你知道一个人把统俊给掐死 然后再把这个死个月大的双胞胎 丢到洗衣机里面去 把他搞死 这是恶魔 你要做个民调 你看台湾的多数百姓 像这个案例 要执行死刑 还是无期徒刑 我相信绝大多数百姓 都认为这应该执行死刑 因为这个太残忍了嘛 这个不是人所可以做的事情嘛 这是魔鬼的事情嘛 对不对 那我的感觉是这样讲啊 我们想动不动来讲 民进党政府就是 美国跟日本是最大嘛 可是美国即使说 他们的风气 这个对死刑 慢慢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但是我们看到 目前为止 美国联邦政府维持死刑 美国的军方维持死刑 美国的这个领地叫沙摩尔 维持死刑 另外还有27个州 美国50个州里面 有27个州 超过一半了吧 对不对 是他们是这个 是 就是说死刑 是可以判决 可以执行的 这里面当然有三个州 就加州 宾州 还有就是欧里根 他们是用州长的权力 这个特权 就把死刑给暂缓 可是你去看 今年的2023 我们就讲去年 最新的资料 我看了 我就特别去找了一下 在美国还有24个人被执行死刑 有21个人被判决死刑 就还没有执行 21个人被判决死刑 而判决死刑的里面 有一个 大家认为是美国最自由的那一州 而且把死刑 州长常常用特权 那他没有办法执行 加州 加州虽然说州长常常用特权出来干涉死刑的执行 可是加州依然在判处死刑 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有些人就是一定要判处死刑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 每个国家 每个社会大概都有一些不一样的道德感 但是取掉取人家的生命 而且不是杀死妈妈 还杀死十个月大的婴孩 这种罪行 这种恶行 是令人法子的 像这样我认为没有什么教化的这种考量 因为会做这种事的已经不是 不应该属于人类了 不应该属于勇我生命的人了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残忍了 每一个人 你说你攻击大人 杀死大人 这个有时候也可能一十七分 小孩那样的那样的可爱的生命 这么又小又弱的生命 你也把他搞死 而且怒死两个 而且杀他的方法是丢到洗衣机里面去 你跟我想到这个就是 就是令人这个愤怒 这个如果真的走上大街 你把他放出来走上大街 如果路人知道 我跟你讲 路人都没有办法饶他一命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 有一个比较对生命要有一个比较严肃的 跟尊重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存在才是 民进党当然他们就表示他们最进步 他们最liber 但是我看也不是 这跟核电一样了 有时候你认为进步 我们认为是退步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我们按个赞哦 反对费死其实是这几年来 台湾最有共识的一个议题呀 因为高达八成的民意 都明确地表态反对费死 但是竟然有大法官呛大家说 视线不需要考虑民意呀 好了 今天的宪法法庭虽然最后说死刑核宪 可是却认为要限缩死刑的试用范围 这恰恰好 好像就跟民党政府这几年的态度是吻合的 嘴巴上不讲废死 可是行动上就让你可以看到 是已经是实质的在废死了 那么现在大法官全部都是由蔡英文提名的 今天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个视线的结果 到底是本于他们对于法律的见解呢 还是很多人质疑的说 是不是其实是在向民进党纳投名状吗 大使怎么看 其实我们要回归国家的体制来讲 就是立法权 法律的内容事实上应该是立法权 那现在我们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现在认为是司法去侵犯了立法权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说 那就是现在政府控制不住立法机构 所以他就扩权 让这个司法权去凌驾立法权 那他反正就是说立法院立了不好的法律 就是说这个执政党他不能接受 他就找司法权用解释的方式 把你立法立出来的法 明明白白是很清楚的条文 讲都很清楚 他把你否定掉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控制这个所谓的这个大法官解释的这个权力 法律的解释是就他已经规定的这些法律的明文条例 他适用上的一意 他做解释 怎么会凌驾到立法权呢 那世界各国对于这个费不费死的话 这是要交给全民去决定的 不是交给少部分 就是说跟政治 尤其这个执政当局 脱不了关系的一群人 来去决定 因为这个是人民决定 因为现在这个西方国家 我们现在是用西方的政治理念 规则是由人民来定的 不是少数人定的 少数人定的就是独裁 就是什么君主 就是寡头 我们现在回复到寡头字 我们有一群政治这些 政治权力人 他找了一群人 他来决定法律该怎么写 那这就不是民主了 民主最重要人民掌握的权力就是 这个社会的是非公道 然后行为举止 由人民自己决定 不是由少数人决定 那是君主 那是寡头 我们现在被民进党搞成寡头字 我们这个国会改革案 居然被这个必须怎么讲呢 出了问题的时候 交到这个司法机构 叫司法机构来裁判 这个里面是非的机构 他居然说你这个法律无效 所以就是说很混乱 我觉得我们这个县制度 这个就是被知法玩法的人 搞得国家体制荡然 那这次他 我觉得本来我觉得他们 大概还没有胆大妄为兆 用他们自己的司法工具 就把这些由人民 应该由人民决定的 对死刑的存废问题 就把它撕了掉 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些显示 这大法官 即使他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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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